技能車問獎剛把客人 載到目的地準備離開 結果卻遇到另外一輛小黃 卡在路中央 移動也不動 也影響到一旁的機車騎士 全都落到而行 讓被擋到的問獎超傻眼 司機真的好生氣 隨機走下車跟對方理論 不管怎麼說 車子就像黏在馬路上 對方駕駛不想動 就是不想動 僵持好一段時間 才開始慢慢移動到路邊 不過過程竟然還對著司機 不斷咆哮 事情發生在1號週日晚間7點多 新竹市中華路上 臨近新竹火車站及城隍廟 車流量非常大 同行間遇到誇張行徑 也將整段過程PO到網路上 許多民眾也在下面紛紛留言 表示自己也曾遇過同一名司機 甚至指控他 很常故意開很慢或是繞路 甚至對客人有不明舉動 只是眼睛網友發現這名司機換了車 讓大家認不出來提醒要小心 附近其他問獎擔心 他個人行為連帶影響民眾搭乘意願 也呼籲監理單位應該調查這名司機狀況 還適不適合繼續跑計程車 TVBS新聞 陳世民 楊琦 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